他因为反战,曾经被自己的祖国流放海外 他坚守佛陀的教诲,以一生的心力走遍天涯 为世人寻找活在当下的快乐所时 所以,它是可能缺乏力 如果你有时间去听到自己的悲痛 和世界的悲痛 一位影响全球超过一亿人的精神领袖 曾经被马丁·路德金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这个是一行禅师为众生而飘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 一望无际的葡萄园 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 一花、一草、绽放生命的气息 三十几年前,被当时的越南政府流放海外的一行禅师和他的弟子 就来到波尔多东面的河谷区里居住和禅修 这里种了很多梅树 所以大家就叫这里做梅村 三十几年前,梅村由几座简陋的农舍开始 到今天,已经变成佔地超过一百英亩 分布在三个小山头的禅修中心 而这里也是欧洲地区最具规模的禅修营 每年有超过一万人 转程来到法国梅村这里 目的只是想亲身听到禅师的讲学 启发人生 这里是梅村禅修营最大的禅塘 朝早九点钟 所有来梅村的禅修营参加者 都来到这里听一行禅师的讲学 这个禅塘可以容纳过千人 但是由于人太多 他们甚至要坐在禅塘的外面 在这里,每一次讲学 都会有不同语言的即时传译 包括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 目求令到每一位参加者 都可以听得明白一行禅师的讲学 对于世人 一行禅师不单只是一位禅师 他更加是一位能够改变世界的精神领袖 他的思想超越宗教 成为一套能够影响生命的哲学 你的朋友,当他们听到旋软 我们的习惯是禁止思想 禁止思想 然后开始浮沉心 如何才能尋找到耐心的平静和快乐呢? 如何才能远离痛苦的根源呢? 一行禅师提出了mindfulness 也就是静念 静念 静念 就是要学习如何令繁扰迷失的心 返回现在的此时此刻 也就是活在当下 在梅村一处小山丘上面 可以远眺附近的农田美景 这里宁静 清幽 是梅村最早建立的禅修地方 在这里 有一间非常简朴的小木屋 就是一行禅师在梅村所住的地方 那时没有梅 我们已经有所有沿途 充满石 但这很美 当你站在这里 你会看到一个观点的观点 在这个正位的地方 我们教授的浮沉心 充满力 在这里正位的地方 在我们的学生中 多年來,這裏甚少公開給攝製隊拍攝 木屋的陳設非常簡潔 書桌和書架放滿佛教和哲學的書籍 一行禪師在這裏已經住了超過三十年 禪師有很多重要的著作 都是在這裏撰寫的 雖然身為越南人 但是一行禪師精通英文 法文、中文到現時為止 已經有超過一百本的著作 數量僅持於達賴喇嘛 《正念的奇蹟》 《Miracle of Mindfulness》 是一行禪師最影響世界的一本著作 這一本書已經被翻譯成三十五種語言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更加將禪師的正念思想寫成宣言 推動世界和平和非暴力文化 作為佛陀的追隨者 一行禪師以一生的心力 希望令世人能夠遠離苦難 尋找內心的覺醒 所以有可能會多苦 如果你有時間 聽到自己的悲哀 和世界的悲哀 當你深入看自己的悲哀 你會發現 你的悲哀 和自己的悲哀 禪師認為一切痛苦的根源 並不是來自外在的因素 而是來自人的內心 人要了解自己的問題 面對自己的問題 人生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靜和快樂 所以要有時間 深入看自己的悲哀 你會來解釋自己的悲哀 你會來解釋自己的悲哀 而解釋自己的悲哀 會來解釋自己的悲哀 讓自己的悲哀 靜念 而靜念 就是透過在日常生活上 各種呼吸訓練 令人從繁擾的生活中 覺知自己真實存在的 此時此刻 當我們能夠 在日常生活上 能夠活在當下 才能夠 覺知自己的苦 當人 能夠面對自己的苦 才能夠發現 人生的喜樂 And the energy of mindfulness will help you to be in the here and the now bringing your mind home to your body 當世人只執著於過去 迷失於將來的時候 禪師希望世人能夠活在當下 因為只有當下的此時此刻 才是唯一真實存在 當下一刻 就是美妙一刻 就在當下 得自在 就好像這個圓圈 象徵著我們生命中的苦難 只要人能夠度成 發現內心的慈悲 就可以轉化一切 如果您在現場 您可能會發現 有很多奇妙 有很多狀況 有很多狀況 的幸福 適合你 讓您能夠幸福 正在此 正在今 而現在 您不需要 走到未來 找到狀況 的幸福 所以 佛陀佛 確實 確實 能夠 幸福 在此 和現在 戰爭 人類 最血腥 最殘酷的一年 戰爭 是 恐慌 一行蟬絲 為反戰 被迫流放海外五十年 究竟蟬絲 為何會得到 馬丁路德金 提名 諾貝爾和平獎呢 待會 繼續 一行蟬絲 飄的故事 遠離逐世繁囂 在梅村寧靜平和的環境當中 一行蟬絲 帶領蟬絲 回到當下一刻 感受自己 以及世界的真實存在 在禪修的期間 禪師每天早上 都會親身 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參加者 一起行蟬 行蟬是培養正念的一種訓練 行蟬的時候 不能說話 要放鬆和配合呼吸 還要享受周圍的環境 一呼一吸 可以令人放鬆之外 也可以訓練人的專注力 當人專注在自己的呼吸的時候 就可以暫別種種煩擾 真正感受自己的真實存在 世人往往會被種種煩惱 以及情緒所困擾 但是一行蟬絲認為 人可以通過不同的修煉 去了解自己的問題 最終得以覺醒 人要覺知人生的種種苦 才可以愛自己 愛別人 愛世界 愛世人 八十七歲的一行蟬絲 一生都是為眾人 眾生而飄 一行蟬絲 一九二六年 在越南中部出生 十六歲 在慈孝寺出家 改法號為 色一行 而世人 也從此 專稱他為 一行蟬絲 佛勝聰慧的他 年僅23歲 就已經成為 禪宗五大中派 林祭宗 在越南的 第四十二代傳人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 一行蟬絲 在越南組織了 青年社會服務學院 幫助貧困的人和兒童 已經跟隨蟬絲 超過五十年的真空法師 就是當年 其中一位自願工作者 我當中的第一位自願 我們來自成為 貧困的人 沒有學校 我們把孩子扔下森 人們移動 最後我們有學校 還有公共產業 為貧困 為貧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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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二年 一行蟬絲 去到美國鑽研宗教 之後 更加成為大學的佛學教授 但是這一年 也正正是 越戰打得最慘烈的時候 蟬絲無懼戰火 決定回到祖國越南 拯救陷於水深火熱的同胞 在一九六四年 當年只有三十八歲的蟬絲 成立了一個被外界 譽為小和平均的組織 進行反戰工作 蟬絲認為所有戰爭 都是源自人類的恐懼和仇恨 所以 戰爭的目標是 恐懼和憤怒 你永遠會繼續 戰爭的目標 有很多錯的認識 為了停止戰爭 一行蟬絲 去到美國 直接向美國政府 進行游泳 他還親自寫了一封信 給當時在美國 極具影響力的人權領袖 馬丁盧德金 希望他可以支持停止越戰 這封信 名為尋找人類的敵人 人類真正的敵人 是埋藏在我們心底裡的 偏執、貪婪、仇恨和歧視 請幫助我們 不要再為權力、為佔有 而互相殺戮 馬丁盧德金 被一行蟬絲深深打動 公開反對越戰 他更加提名一行蟬絲 成為1967年 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 向全世界 肯定蟬絲對世界和平的貢獻 而為了促使越戰結束 蟬絲更加成立和平代表團 參與巴黎和談 但是可惜 在1973年 正當能夠達成和談之際 蟬絲被已經赤化的越南政府 流放海外 不能夠再踏足祖國 在法國流亡期間 蟬絲繼續領導國際救援工作 拯救流亡海外的越南船民 同時 亦在美國和歐洲港學 宣揚和平的信息 泰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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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曝甩 作詞 怎麼 Vancouver 作詞 、 STEVE 介із 有希望 寧 要多苦,享受人生的生命更多 然后帮助其他种类,包括男人 多苦,享受更多的生活 紧守佛陀的教会 一行禅师只希望能够为世人寻找快乐的锁匙 在1982年 禅师决定在法国的波尔多 建立一个禅修的地方 他和弟子真凶法师 以及几个越南难民 一手一脚,将残破的笼桩 改建成简单的宿舍和禅堂 这是我们建立的第一个大幅座 你看到这些特别的特别的特别 我们建立不成一样的大幅座 我们尝试帮助民生触摇 自己的大幅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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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蟬絲,當時就是在這幾棵樹下講學 在當時,西方世界對這種東方哲學非常陌生 很多西方人都是抱著好奇的心態 來到這裡聽蟬絲講學 而在第一年,有人甚至將一班受情緒病困擾的青少年送來這裡 西方的精神治療師對他們束手無策 但是,這班年青人在蟬絲做一段時間之後 情緒的問題得到解決,能夠重返社會 於是第二年,很多西方的心理醫生、社工 甚至大學教授都紛紛來到梅村 跟隨蟬絲學習,希望得到啟示 所以他們來,他們練習,他們回家 他們變成一種理想和愛 他們跟朋友們和兒童 他們和兒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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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了禪修中心 影響全球超過一億人 Piu是為了眾生 任何人需要我們 我們都準備好了 我們都準備好了 幫助 每個地方人受苦 然後是一個喜愛 分享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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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們 我們都準備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是一行蝎丝的弟子 他们都是因为一行蝎丝而飘 一个来自英国兼桥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 在梅村他寻找到人生目标 他曾经是美国结出的建筑师 他是争团最年轻的佛法导师 他们被蝎丝所启发 希望以一生为众生而飘 下一集 继续飘的故事